汉颜真人的反应可算极快,在这样的局面下,他传遍战场的一句话,立刻逆转了之前因白小纯的出现,从而造成的不利局面。 更是倒打一耙,给了一个血熙宗更为疯狂的理由。 三大穴子双眼一闪,宋缺等人一样目光一亮,还有更多的血熙宗修士,全部如此,甚至还有血泊中的三人,以及几个太上长老,也都毫不迟疑地飞出直奔白小纯。 一派胡言,灵熙宗一代老祖,文言冷笑,声音一样回荡八方。 白小纯是我灵熙宗天脉弟子,只不过小纯年幼,才会被你们的妖法蛊惑,如今在老夫面前,你等居然还敢来直接冥抢,来人,保护小纯回山,等老夫亲自为其驱散血熙宗妖法。 一代老祖话语一出,立刻灵熙宗众人,纷纷震动,理清后更是速度飞快,刹那直奔白小纯。 一样有传承序列临近,太上长老来临,与血熙宗众人一起,在这杀气腾腾下,彼此骤然轰击到了一起,都要去抢夺白小纯。 这一刻,白小纯再次成为了这场战争的焦点,或许这个焦点,对于灵熙宗与血熙宗的意志而言,并非那么无比的重要,可绝不能放任不理。 血熙宗要抢走业葬,化解不利的局面,而灵熙宗要夺回白小纯,将对血熙宗不利的局面进行更多的撕裂。 轰鸣之声,瞬间充斥天地之间,战争骤然中爆发起来。 天空上,几位老祖相继出手,半空中,传承序列与血泊,双方的太上长老纷纷出手,束法与法宝之光染了苍穹。 血熙宗的不化骨,嘶吼而出,还有诸多的炼尸,一个个似能飞天遁地,所过之处,尸气滔天。 甚至在里面,白小纯还看到了自己的炼尸,虽按照白小纯的意志,没有出手,但是,相对于那漫天的炼尸而言,一具炼尸实在是沧海一粟。 还有近乎无穷的魔头,也在这一刻发出森森的笑声,从血熙宗内以席卷一切的气势,呼啸而来。 更有一道道血剑形成,白小纯身为血子,可以压制中锋,但是,中锋曾经的历代血子,有不少成为了血泊,尽管在操控上因不再是血子,所以,不如这一代的血子白小纯,可集合众人之力,更有老祖意志,一样可以压制白小纯的血子身份,使得中锋修饰,依旧能战。 轰鸣之声,惊天动地,邵泽峰的体修,同样爆发,纷纷飞出时,气势惊人。 灵熙宗的阵法巨人,此刻咆哮中冲出,上官天佑在一具巨人里,杀意弥漫,鬼崖,公孙云,北寒烈,徐松,还有周新奇,全部都冲向血熙宗。 更有北岸的无数战兽,纷纷怒吼,声音回荡四方,飞出时仿佛形成了兽巢,让人触目惊心的同时,天脚没龙咆哮,一口喷出如瀑布般的黑色火焰,将半空天空化作火海。 地面上,更多的灵熙宗的那些阵法巨人,一个个嘶吼走出,与血熙宗的大军,直接接触更有双方的战争宝物,也在这一刻叙事足够,即将轰鸣而出。 还有在更高的苍穹上,灵熙宗的白色太阳,与血熙宗的稻草人,也都散发出了惊人的波动。 白小纯目露苦涩,她看着双方的开战,看着自己哪怕露出了血子的身份,也依旧无法阻止战争的继续,看着自己熟悉的人在相互厮杀,那种感觉让她的心思被撕开。 为什么一定要战争,明明可以不战的,是因为我的实力不够吗?所以我说的话,没有人会选择相信。 白小纯楠楠,看着眼前这一切,她已然明误在没有绝对的实力的情况下,她虽对于两宗教重要,可却绝没有重要到能影响这场生死大战的程度。 而她,也将亲眼看到,这两大宗门内有一个宗门,被对方完全灭去,也一定会看到自己熟悉的人被另一位熟悉的人斩杀。 我说了,不允许你们继续站下去。 白小纯颤抖,此刻她已没有了回头路,她也不需要回头路,整个人修为爆发之下,骤然飞出,再次地出现在了两宗开战的战场正中间。 她的声音,化作天雷,轰轰地扩散四方,有一部分人迟疑,可更多的人,却没有理会,宋缺更是冷笑,心底讥讽。 神算子也好,甲列也好,此刻已从方才的震撼中恢复过来,眼看宗门集合血泊之力抹去了白小纯的血子威压,他们目光闪动,各种心思骤然而起。 唯独宋军晚沉默,没有出手,只是墓中的悲伤,因泪水的停住而愈发浓郁。 你们有没有听到,我说,不允许你们继续开战。 白小纯大吼,袖子一甩,阻止了身边两拨人的厮杀,声音带着尖力,更有一丝疯狂。 她的眼睛已赤红一片,只是就算如此,也还是仿佛扔入水潭内的一粒小石子,虽激荡出了一部分涟漪,可却无法撼动整个水面。 葬儿,休要胡闹,你既身份敏感,速速离开战场,就不要参与进来了,这场战争,你左右不了的。 宋家老祖轻叹,开口时,与铁木真人的交战,更为狂暴。 小纯,血熙宗既执意要战,你多说无用,你的心意,老夫明白,你快回落陈山脉去,不要参与进来了。 灵熙宗一代老祖,心底也在一探,开口时,与血熙宗那位始终沉默的始祖,交手范围更大,甚至以彼此动用了法宝。 巨像滔天,层层波纹扩散时,白小纯身体颤抖,看着四周无数的厮杀,右手缓缓抬起,他知道,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,对血熙宗而言,将是一次巨大的伤害。 他的脑海里浮现自己在血熙宗的一幕幕,可他没有办法。 白小纯的目光慢慢露出坚定,仰天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嘶吼咆哮。 这咆哮,蕴含了他的全部修为波动,蕴含了不死长生公的强悍,更蕴含了白小纯如今到了极致的疯狂。 他身上的血气更是在这一刻滔天爆发,轰轰中形成了一道血色的气柱,直接冲天时,白小纯的声音似乎包含了无上的威严,骤然回荡。 血熙宗,给我回去。 白小纯话语传出的瞬间,他的右手向着血熙宗默然一按。 这一按之下,天地轰鸣,他身上的血色光柱,骤然间直接膨胀了数十上百倍,巨响惊天动地,在这不断的扩散下,眨眼间就成为了这战场上的唯一。 苍穹轰动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色漩涡,这漩涡轰隆隆地旋转下,竟化作了一只庞大无比,难以形容的血色巨手。 这巨手取代了天空,在出现的瞬间,做出了与白小纯一样的动作,向着血熙宗众人猛地一按。 一股无法形容的威严,立刻从这巨大的血色手臂上,直接显露压迫而去。 此刻很多人注意到了天空上这只大手,血熙宗的几个老祖,在看到这大手后,包括那位始终沉默的血熙宗十足,也都面色刹那间完全巨变。 随着大手的暗下,顷刻间,血熙宗内邵泽峰的所有修士身体都猛地一颤,一个个神色苍白,露出骇然。 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体内修行的功法居然紊乱,竟形成了某种从未听说过的封印对自己进行镇压。 眨眼间,整个邵泽峰的修士,他们的战力居然被生生地镇压了一半下去。 不但邵泽峰如此,尸峰,中峰,无名峰,整个血熙宗内所有人,全部惊呼,全部失声,全部骇然。 这是怎么回事? 我的修为不稳。 怎么可能,这修为居然被封印。 阵阵惊呼传遍战场,不但是修士如此,那些炼尸,魔头,血剑都在这一刻, 齐齐被镇压,纷纷发出恐惧的尖叫,甚至就连天空的血云,也都一下子暗淡了一半,地面的血海同样枯萎了一半。 哪怕天空上的血熙宗几位老祖,也都纷纷心神轰鸣, 他们骇然地发现,就算是自己,竟也一样在这一刻修为被压制下来。 似乎,这是本源的压制,这是不可抗的镇压。 一切依靠血祖身躯修行的修士,都无法避免的节奏。 未完带血, 邵泽风血子,施风血子,还有无名风血子,三人颤抖强烈,额头清惊鼓起, 他们清晰地感受到,一股无法形容的压制,从体内爆发出来,直接就掠夺了他们血子的身份。 甚至这种掠夺,更是抢走了他们对于自身山峰修士的操控之力, 使得这三人仿佛一下子,从高高在上,被直接打落成为寻常修士。 还有这三座山峰的大长老,一样震恐。 宋君丸隐面色苍白,目中露出无法置信,白晓纯是业葬, 这个消息本就已经让无数人心神震动,可如今,他们的心神之震远远超出了之前,已然无法形容。 不可能,我是施风血子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此人,此人居然一案之下,压制我等所有。 血子都如此,更不用说其他修士了,神算子,贾列,宋缺,徐小山,整个血西宗都在轰鸣, 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,在这一刻,只要是以血阻身体修行之人,都将被白晓纯彻底碾压。 整个战场,随着白晓纯右手抬起,向着血西宗一按,随着天空的漩涡凝聚成为一只巨大的血色手臂,立刻逆转。 轰鸣之声回荡,惊呼之声无边无际,所有血西宗的修士,外门弟子,内门弟子,四封修士, 太上长老,乃至血泊,甚至老祖。 全部都在这一瞬,心神轰鸣,神色变化之巨,前所未有,日月变色不足以形容。 刹那间,血西宗整体的气势,直接锐减,从之前占据优势,到立刻被抹去,甚至出现了劣势。 更是在这压制与突然的变化下,大量的弟子,心神都要崩溃,一时之间都出现了混乱的局面。 放眼看去,这种混乱不断地扩散,不断地波及,到了最后,似乎这血西宗的阵势,仿佛要自行地崩溃开来。 更是在这个时候,不知是谁第一个发出了恐惧之极的惊呼,传遍四方。 血主,这是传说中血主之列。 天哪,业葬,白小纯,他居然成为了血主。 血魔,这惊呼声不断回荡,越来越多,让所有听到之人都心神颤抖。 即便是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的,此刻也都恍惚,联想自己如今的状态,尤其是看到天空上的几个老祖,也都气势锐减后,顿时面色大变,一样惊呼出来。 血魔,居然是真的。 血主降临,业葬,他获得了血主传承。 这,这还怎么打下去? 在这阵阵混乱中,不约而同的无数血西宗的修饰,齐齐看向半空中,凭着一人之力压制了血西宗的白小纯。 白小纯站在半空中,一头长发被风吹起,飘散开来。 他的身影,看似渺小,虽在露出血子身份时高大了一些,但还是在一场两宗生死大战的事情上无足轻重。 可眼下,却完全不同,彻底逆转。 当一个人,可以压制一个宗门的时候,这个人,不管是谁,都将是这战场上,谁也都无法去忽视,也不能去忽视的存在。 白小纯深吸口气,背对着灵西宗,直面血西宗的所有人,沙哑的声音,尽管并不强烈,可却传遍整个战场。 现在,可以听我说一说了吗? 血西宗,如果你们执意欲灭灵西宗,那么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。 白小纯抬起头,整个人的气势轰然爆发,血光冲天,对于血西宗的压制更为强烈。 这种时候,白小纯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如天雷。 所有的练尸都在颤抖,竟在这一刻奇奇低头,尤其是那不化骨,更是目中如点燃了某种火焰,仰天一吼时,竟直接飞出跪拜在了白小纯的面前。 还有那绿毛狮,同样一声咆哮下,全身上下所有绿色的丝线爆发出来,使得其四周大量的练尸,瞳孔改变,竟转身针对血西宗。 没有结束,还有那漫天的魔头,此刻在其中一个不起眼的魔头的尖叫下,瞬间转身,一样向着血西宗露出了疗雅。 顷刻间,不但压制了血西宗的众人,更是分裂出了一半的力量。 天空上的血西宗几位老祖,也都彼此面色苍白,看向白小纯时露出强烈的前所未有的复杂。 他,是血主。无论是始祖还是无极子,又或者是宋家老祖,他们墓中的复杂都无法形容。 如果他们在这之前知道业葬是血主,那么这一战绝对不会如此。 对于血主,对于这传说中的血魔、血西宗的态度一样矛盾,既希望存在,又不希望存在。 如果这个血主是个寻常弟子,也就罢了。 他们可以将其禁锢,让其只能发挥对血西宗有利的一面,可如今,这血主居然是白小纯。 宋家老祖苦涩,沉默下来,十足目中露出恍惚,没有人知道他在思索什么,无极子沉默。 可双眼内却有一抹一芒闪耀,还有一旁的汗颜老祖,低着头,无人看得到他的表情。 宋君婉在人群内,苦涩地望着白小纯,惨笑更多,他的心似千疮百孔,看着天空上的白小纯,他觉得自己与对方越来越遥远。 他慢慢低下头,他想要躲避,想要离开这里,他不想再看到白小纯的身影。 看着血西宗众人的沉默,看着天空上那几位老祖的复杂,也看到了宋君婉的暗淡,白小纯心里也有苦痛,可他没有别的办法了。 不要相互厮杀了,我可以代表灵西宗,我们白小纯轻声开口,他始终提着的心,此刻才算放下了一半,在他感觉,这一战,到了这个时候,已经不会再持续了。 可他的话语还没说完,忽然的,灵西宗的方向传出了嗡嗡的波动,这波动是洛晨山脉大阵即将爆发的前兆。 白小纯一愣,猛地回头时,看到了洛晨山脉半空中,灵西宗的一代老祖,以及其他几个老祖,此刻这五人,竟神色各异。 尤其是一代老祖,更是墓中露出深邃之芒,他也被方才那一幕所震撼,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白小纯不但是血子,更是成为了血西宗传说中的血主。 这个身份,实在是太重要了,压制的血西宗气势逆转,而同样的,这一刻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世良机。 当这个绝世良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,灵西宗五个老祖,全部心神狂震,他们虽在意白小纯,可一样,在这种关乎宗门命运的事情上,他们宁可背叛良心,也会选择宗门大义,此刻相互看了看后,一代老祖仰天一笑。 好,白小纯立下大功,从此传承序列,列为少祖。 灵西宗,全力,出击,灭,血西宗。 一代老祖笑声传出时,右手抬起一挥,于身边其他四人,瞬间直奔血西宗几位老祖,与此同时,落尘山脉阵法轰鸣,光芒闪耀,阵法内的那些巨人化身,也都在一愣之后,咆哮冲出,更有北岸的诸多战兽,全部嘶吼,他们的存在, 堪比整个灵西宗三成之力,一冲之下,铺天盖地,正是要趁着此粮机,欲发动全宗,重创血西宗,一举定下此后万年根基。 血西宗轰鸣,所有人都在这一刻发出不甘的咆哮,他们没有退路了,此刻一个个都心中悲愤,更是对白小纯这里产生了强烈的恨意。 业葬,我恨你。什么血子,什么血泊,什么你可以代表灵西宗,哈哈,业葬,你什么都不是。业葬,老夫就算战死,做鬼也要纠缠你三生三世。 惨笑中,三大血子,太上长老,还有血泊,纷纷爆发出了此刻能施展出的最强战力,几个老族也都咬牙直下,仰天背后。 白小纯正正地看着灵西宗的那几位老族,看着灵西宗竟在这一刻选择了出手,这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,他的身体踉跄了一下,后退几步,低着头,惨笑起来。 是我天真了,以为压制了一方,这场战争就站不起来了,是我错了。 我懂了,真的懂了,我高估了自己的地位,错估了自己的身份,既然如此,那么,灵西宗,我的亲人啊,你们就看一看,我真正的掌控吧。 这笑声越来越大带着哭腔,到了最后,他猛地抬头,乱发飘摇,凄厉地笑声,尖锐似要分裂苍穹,向着四周,疯狂地传出时,他的右手抬起,向着灵西宗。 一罩,铁弹,未完带血,几乎在白小纯开口的瞬间,灵西宗冲出的大军内,那数不清的战兽中,铁弹猛地抬头,仰天发出了一声撼动苍穹的咆哮。 随着咆哮,铁弹身体猛地膨胀起来,三丈,十丈,二十丈,三十丈。 眨眼间,他的身体就到了三十丈大小,如同一座小山,气势惊人,似提下紫黑色的火焰向着四周轰隆隆地扩散开来,那如龙,如马的身躯,这一刻散发出的是一股惊天动地的气势。 这气势,唯有王寿,才可以具备。 这正是王寿之势。 轰轰之声滔天中,铁弹速度之快,只是一个冲刺就瞬间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,向着灵西宗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。 他的目中露出复杂,可却没有迟疑,无论是什么事情,只要是白小纯说的,他就一定会认同, 哪怕他觉得灵西宗的人对自己很好,可这一切在白小纯的面前,他不在乎。 他这一生,只在乎一个人,那是他的父亲,那是在他曾经无法生还时,给予鼓励呼唤的温暖,一辈子都忘记不了。 这次后,蕴含王寿的威严,使得灵西宗内所有战兽,在这一刻全部都身体猛地颤抖,竟全部转身,向着他们曾经的主人,向着灵西宗都发出了咆哮。 这无穷无尽的战兽一致的咆哮,让天地色变,让灵西宗内所有人,全部心神狂震,全部神色厉变,失声惊呼,传遍四方。 这,白小纯,你要干什么?天啊,铁弹你。 灵西宗大乱,原本的阵型,也因这一刻所有战兽的倒戈顿时崩溃,尤其是北岸,直接等于是被重创,更是在这一刻,天空上的天脚没龙沉没后,深深地看了一眼铁弹后,也身体一晃,竟出现在了铁弹的身边,一样看向灵西宗。 这一刻,灵西宗内无数人惊呼,一代老祖,还有其他几位老祖,太上长老,传承序列,全部心神狂震,露出震撼,无法相信。 白小纯在他们看去,是天脉弟子,准传承序列,一旦结丹,在传承中也将是佼佼者,非常难得,可是也仅仅就是这样了。 但在这一瞬,当铁弹飞出,当白小纯一句话,整个北岸的战兽全部倒戈后,这一切彻底逆转,他们猛然间发现,白小纯的身份也好,地位也罢,在这些年的不知不觉中,已经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。 一如方才的血熙宗的震撼,这一刻的灵熙宗,所有人全部脑海嗡鸣。 上官天又握紧了拳头,眼中都要喷出火,鬼牙复杂,北寒烈沉默,公孙云,徐松等人也都呼吸急促。 周新奇呆了,侯云飞睁大了眼,侯小妹以目瞪口呆,心脏砰砰跳动,加速到了极致。 张大胖,黑三胖,陈飞等人也都茫然,对于白小纯这里,他们的震撼,已然取代了脑海的所有波动。 李清后沉默,他复杂地看着这一切,看着白小纯,他目中的复杂慢慢消失,取而代之的,则是鼓励。 小纯,长大了。 李清后心底难难。 在这灵熙宗亥然震撼时,灵熙宗一代老祖等人也都更为复杂,看向白小纯的瞬间, 白小纯深吸口气,转过身,他的背后对着血熙宗,直面灵熙宗,抬起头,望着一代老祖等人。 他的心中悲哀,他不愿看到两宗开战,此刻沉默几个呼吸后,白小纯默然开口。 要灭血熙宗,一样要从我白小纯的尸体上踩过去。 声音带着苦涩痛心,可却透出坚决,在传出后震动所有人。 血熙宗几位老祖身体一颤,那些血泊,太上长老,甚至三大血子,也都全部身体震动,看向白小纯时, 他们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情绪了。 徐小山,宋缺,甲烈,一样如此,在这危急关头,白小纯的挺身而出,让他们的心中竟出现了一丝温暖。 似乎这一刻背对着他们的白小纯,要用生命去保护他们的白小纯,再次成为了中风业葬。 宋军婉身体一颤,抬头时望着白小纯的背影,渐渐目中又出现了神采。 这一刻,整个战场上,白小纯是唯一的瞩目。 他的话语,没有人可以忽视,没有人可以不在意。 他一个人逆转了战争,他一个人压制了血熙宗,压制了灵熙宗。 现在,你们可以听我说一说了吗? 白小纯深吸口气,看着血熙宗与灵熙宗的老祖,看着双方的修饰,他低沉的声音带着难掩的心伤,却在这一刻蕴含了某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意志。 他的身体,仿佛无限地高大起来,强行地制衡了一切,成为了至高无上。 我们,为什么一定要打打杀杀,为什么一定要出现死亡,我们都是东脉下游修真界的修士,我们修行的目的,难道是为了杀死别人吗? 白小纯声音回荡,灵熙宗沉默,血熙宗济染。 整个战场,只有白小纯一个人的声音回荡。 修行不是为了长生吗?法术不是为了护道吗?可若能不去生死厮杀,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,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? 白小纯的声音从低沉到大声再到呼喊,他的心在刺痛,他的眼圈发红,他看着四周熟悉的面孔,他看着不少人在之前的厮杀中已受伤流血。 他的心底越发的悲伤,我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修士,我不但不想自己死,我也不想我的亲人,我的宗门,我的朋友死。 我希望,我身边的所有人,灵熙宗,血熙宗,都不死。 白小纯声音越来越大,传遍四周,灵熙宗内很多人低下了头,血熙宗内的很多人松开了紧握的拳头。 双方宗门的老祖,纷纷揭没,白小纯的话语,他们听到了心中,化作了复杂。 我是可以不出现的,我可以选择看着你们厮杀,无论是血熙宗最终胜出,又或者灵熙宗胜出,对我来说,不会存在生死,我是血熙宗血子,我是灵熙宗传承。 可我不想你们这样,我宁可你们恨我,你们埋怨我,也要阻止你们。 白小纯大吼,眼眶内泪水更多。 他的声音让很多人心神一颤,宋君晚的双眸慢慢柔和,侯小妹,周新奇,侯云飞,张大胖,耸缺,徐小山。 一个个双宗的修士,听着白小纯的话语,他们也承认白小纯所说,看向他的目光也越发地柔和。 灵熙宗,这一战若进行,九成弟子会死,灵熙宗即便不灭门,也会一蹶不振,甚至失去下游资格。 白小纯看向灵熙宗,说完后,回身时,又看向血熙宗。 血熙宗,这一战若进行,你们就算是胜,也是惨胜,再与玄熙宗开战,再去空和苑,你们能赢吗? 你们的机会有多少,就算你们赢了,可在中游,你们也是最弱的,你们很有可能,用不了多久,就会被淘汰掉,全宗覆灭。 白小纯言辞毫不客气,他说的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,容不得两宗修饰辩解,此刻低头的人,思索的人,更多了。 我知道,灵熙宗不想战,血熙宗也不想战,可却没有办法,为了成为中游宗门,必须要争,必须要强。 但为什么?我们不能合并在一起,成为一个宗门,这样,我们是最强的,我们可以灭了玄熙宗,灭了丹熙宗,甚至可以吞并它们,来壮大自我,我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强大,再去灭了空和苑,这样,我们都可以晋升。 白小纯握紧拳头,神色激动,声音更大。 而中游宗门资源那么多,足以让我们全部分享。 合则两利,战则两败俱伤,为什么不合? 灵熙宗,血熙宗,合并成新的宗门,成为前所未有,一个强大的让所有宗门颤抖的最强宗门。 白小纯声音持续地回荡,落入灵熙宗,血熙宗内所有人的心神中,化作了思索。 双宗老祖也都沉吟起来,白小纯说的道理,他们不是不懂, 只是在之前缺少一个相互信任的契机,至于融合在一起,成为新的宗门。 这在之前他们是没想过的,因为太过匪夷所思,根本就不可能。 可眼下,这个契机出现了,白小纯就是一个纽带,连接了两大宗门。 也同样,只有在白小纯表现出了全部威慑的现在,他们才会不得不去听白小纯的话语,不得不去重视白小纯说出的每一句话。 对于灵熙宗而言,天外弟子,传承序列,可操控北岸所有战兽,这一切的一切,已经使得白小纯在灵熙宗举足轻重,超越了所有人。 而显然,随着其修为越来越高,最终成为灵熙宗的脊梁,也不是不可能。 对于血熙宗来说,当白小纯露出血主之力时,他的重要性就已经没有之一了。 他在的地方,一念之间可以让血熙宗占力增加三成,也同样一念之间可以压制一半。 甚至这一刻,血熙宗那位始祖在看向白小纯时脑海里浮现的,是那具在通天河内的血祖的惊天动地的身躯。 血主能否操控血祖之身? 血熙宗始祖内心迟疑,他不敢强行镇压血主,不敢去赌,因为一旦输了,代价将是血熙宗的负面。 融合成新的宗门,山门在何方? 灵熙宗内,铁木老祖忽然开口。 新的宗门,山门所在,不需要在任何一宗的故地分卖空和院,就是我们新的山门之地。 白小纯的思路越来越清晰,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,那光芒内更有盎然的战意。 那是白小纯与叶藏这两个不同的身份,在融合后形成的与所有人记忆里的白小纯都不一样的气势。 以我血主之力,可让血熙宗战力提高三成,以我战兽之力,可让灵熙宗战兽全部统一在一起,凝聚出更强之力。 两宗融合,如同两把利刃并列,再去吞并玄熙宗,吞并丹熙宗。 以如此强悍之势,横扫甚至吞并空和院余部,入主,终游分卖。 终游分卖,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,在那陌生的地方想要扎根,我们能信任的只有彼此。 白小纯话语回荡,双宗老祖墓中都露出深思,时而看向白小纯后也有溃谈之意。 这场战争,是不可能继续下去了,白小纯对血熙宗太重要了,对灵熙宗一样很重要,也只有这样的人,或许,才真正的刻意成为纽带,成为契机。 因为,相比于血熙宗,灵熙宗相信白小纯,同样,相比于灵熙宗,血熙宗也只相信白小纯。 渐渐的,四周虽还是寂静,大多数人都在沉默,可还是有不少人开始交头劲儿,彼此低声议论时,战场内双方剑拔弩张之感,也大范围的锐减,似乎很快就要消散大半。 白小纯的心,也慢慢放了下来。 可就在这时,血熙宗半空中的八位老祖里,当初主持不化骨苏醒的那位汉颜老祖,此刻双眼一闪,目中有强烈的杀鸡,骤然爆发。 一派胡言,定是你残害了我中风血子业葬,冒名顶替,妖言惑众,老夫灭了你。 这汉颜老祖声音冰寒,话语还在回荡时,身体已轰然而出,速度之快,刹那临近,右手抬起时,一股猿鹰修为,四颗毁天灭地,轰然爆发,气势之强,让这苍穹色变,让大地颤抖,白小纯的四周更是凭空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 这漩涡轰隆隆地转动时,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滔天杀意,化作了无穷剑气,直奔白小纯而来,使得他身体如被束缚,难以挣扎的同时,一股强烈的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,在他的脑海中轰然爆发。 死亡的气息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,这是一个原鹰老祖的出手,而白小纯的修为只是助击中期。 双方之间的差距如同江海与水潭,可这还不是必杀之法,真正的必杀之法,是此刻临近的汉颜老祖,右手抬起时向下狠狠而来的一掌。 这一掌刚出现,顿时轰鸣惊天,熊熊烈火瞬间爆发,燃烧苍穹后,形成了一个百丈大小的火焰大手,一路燃烧虚无,带着灭绝生机,可让人形神俱灭,魂飞魄散之力,轰向白小纯。 这汉颜老祖的出手,极为突兀,不但是灵熙宗的众人没有想到,哪怕是血熙宗的几位老祖,也都没有任何提前的预料,此刻双方众人全部面色大变。 汉颜助手 血熙宗十足,声音苍苍沙哑,此刻带着焦急,近乎怒吼,右手抬起向前狠狠一抓,就要去阻止。 只是他的修为被压制了一半,此刻出手时,虽碰到了汉颜老祖,可却没办法全部阻止,只能让其动作略缓一下。 血熙宗十足面色一变,双眼寒芒一闪,白小纯的重要性太大了,可以说这一刻,只要白小纯一死, 两宗势必继续开战,再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,因为纽带已断。 一旁的宋家老祖,更是双目猛的一缩,杀意轰然爆发,无论如何,白小纯都是他的义子,有人当着他的面,要去击杀他的义子,他岂能忍受。 此刻嘀吼时猛地冲出,右手掐绝一指之下,顿时一道剑气滔天爆发,直奔汉颜。 可同样的,殷修为被压制了一半,在那轰鸣中,宋家老祖的剑气直接崩溃,汉颜老祖的火焰大手,虽暗淡了一些,可依旧轰鸣间直奔白小纯。 与此同时,灵溪宗的一代老祖,整个人彻底暴怒,发出一声惊人的咆哮,右手掐绝时,一条铁锁凭空出现,迎风剑掌,化作百丈,向着汉颜阻挡而去。 这一次的碰撞,超越了血熙宗十足与宋家老祖,化作了滔天巨响,直接将那火焰大手崩溃了一半,只是汉颜老祖的提前出手,占据了先机,此刻哪怕被接二连三的阻挡,也依旧无法全部抵消。 残破了一半的火焰手掌,在双方修饰的惊呼与怒吼中,向着白小纯瞬间而去。 小纯,业葬。 轰鸣间,火焰手掌临近,白小纯面色苍白,那种生与死的感觉,在这一刻让他整个人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。 他额头清筋鼓起,全身传出咔咔之声,仿佛骨头都要碎裂,在那强烈的威压下,白小纯有种直觉,自己这一次九死一生。 可他不甘心,此刻双眼瞬间一片赤红,低吼中双手掐绝,一个紫色的灯笼,默然间在他的手中出现,向着天空来临的火焰残长,猛的一挥。 轰轰轰,那紫色的灯笼,直接燃热。 爆发出了扩散四方的紫色火焰,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人脸面孔,直奔残长而去。 这紫色灯笼,是宋家老祖所赐,威力极大,可与汉颜老祖这样的老怪比较,还是不如。 双方刹那间碰触,冲击四散,巨响滔天时,紫色灯笼的火海碎灭开来。 而那火焰大手,虽再次残破了一些,可却依旧带着无上之势,骤然临近。 白小唇喷出鲜血,身体被冲击之力卷动,不断地后退时,鲜血再次喷出。 他咬着牙吞咽着血,右手抬起再次一挥,顿时一枚四色玉佩在他的面前幻化出来,释放出四种颜色,形成了四层光幕。 就在白小唇做完这些的瞬间,那残破的火焰大手,直接轰在了白小唇身体外的四色光幕上,砰砰砰砰,这四层光幕瞬间层层崩溃。 虽然每一次崩溃,都让那残破大手暗淡不少,可却还是无法将其彻底抵消,眨眼间在四周双方老祖的怒吼,无数熟悉白小唇之人的交集私心中,四层光幕全部崩溃。 那残破的大手,视如破竹一般,直接轰在了白小唇的身前,几乎在落下的刹那,白小唇右手已取出了一张符纹,正是那张。 神力佛,向着身体狠狠地一拍,将这张符纸按在了胸口后,白小唇抬头发出一声撼动八方的咆哮,体内不死长生弓猛然爆发,轰轰之声撼天动地,两尊巨大的天妖身, 骤然间在她的身后出现,仰天咆哮,这天妖身在神力浮的作用下超出了以往,直接将白小唇的肉身之力强行提高两倍以上。 与那来临的残破火焰大手,直接就碰到了一起。 远远一看,这一幕若会成画卷,一定让人触目惊心,火焰大手下看不到白小唇的身影,能看到的只有两具似要逆天而行的轻疲天妖。 轰轰轰,声响震天,撼动八方,火焰大手在被层层削弱后,在这个时候终于崩溃,化作无数火星四散的同时,白小唇的两尊天妖身也出现了一道道裂缝, 这裂缝越来越多,最终直接四分五裂。 而她的身体,也在这一刻,如同流星一样,直接轰向大地,地面震动,出现了一个足有十丈之深的大坑。 坑内,白小唇面如死灰,嘴角带着鲜血,气若油丝,直接昏迷过去,没有人注意到,她的右手此刻有一道黑光微微消散。 几乎在白小唇昏迷的同时,她对于血溪宗众人修为的压制,也随之解除。 没有人注意到,在汉颜对白小唇出手的瞬间,落成山脉上,有一只老猴,目中露出灵力,同时在血溪宗天的云层内,也有一双红色的眼睛,闪动了一下。 等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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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江山美人治,弄潮,关道无疆。 作者瑞根新书《疯狂》,历史玄幻类,崛起于草莽,发迹于战场,纵横于庙堂,本书会带给你不一样的玄幻感受。 http-book-1003779332,SPS,未完待续。 轰鸣中,白小唇所在的深坑外,有两道身影同时出现,一个是宋家老祖,还有一人则是李清后的师尊,那位铁木真人。 二人同时出现在了白小唇的身边,彼此相互看距时,都看到了墓中的警惕与提防。 随着血熙宗众人修为的压制被解除,整个血熙宗的气势骤然爆发出来,血云向着四周大范围的扩散。 那些炼尸,魔头,此刻全部身体一抖之后,发出了阵阵咆哮嘶吼。 尤其是铁弹,他之前来不及赶过去,此刻死死地盯着汗颜,目中露出刻骨的仇恨。 三大穴子也是身体一震,血泊,太上长老,内门弟子,外门弟子,包括天空上的几位老祖,全部都在这一瞬,身体好似去掉了枷锁。 与此同时,灵熙宗众人一个个都呼吸急促,目中有精芒闪耀,死死地盯着血熙宗众人。 之前原本已经快要消散的剑拔弩张之感,在这一刻似又要重新激烈起来。 所有人都明白,这个时候,一个摩擦就可以让双方原本的停战再次爆发。 半空中,汗颜真人眉头微微皱起,看了眼深坑内的白小纯,内心一叹,他看出了对方没有死亡,只是重伤而已,虽有遗憾,可眼下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继续出手了。 虽是昏迷,可也足够了汗颜真人目光微闪,全身煞气轰然爆发,猛地看向灵熙宗的方向,发出森森笑声。 压制之力解除,灵熙宗如此卑鄙,今日定血洗灵熙,血熙宗的儿郎们随老夫一起杀上落尘山脉,灭灵熙宗。 汗颜真人仰天长啸,杀意动天,甚至引动了不少血熙宗的弟子,随着他身体向前飞出,不少血熙宗弟子竟也目中露出杀意,要将这战争继续爆发下去。 灵熙宗众人一个个握紧了拳头,目中越发凌厉起来,可就在汗颜老祖要飞出的瞬间,一声冷哼,漠然地从天上传来。 血熙宗,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? 随着话语传出,一股惊人的威压禁锢之力轰然降临大地,那些要出动的血熙宗弟子,身体一颤,纷纷停下脚步,汗颜真人在半空,面色一变,猛地抬头时,看到了那说话之人,此刻正一步步走来。 此人,正是血熙宗十足。他之前修为被压至一半,此刻随着解除,气势全面攀升,如同天威,随着一步步走来,竟让这天地仿佛都扭曲了一下。 风神子,你这是何意? 汗颜真人面色阴沉,沙哑开口时,声音带着怒意,看向走来的血熙宗最强十足。 何意? 刚才让你住手,为何还出手?老夫不信你看不出来,此人不是茂名,他就是我血熙宗血子,更是血主。 血熙宗十足眼中有寒芒闪过,缓缓开口,声音却如天雷回荡。 灵熙宗众人都内心一动,一代老祖眼目中有其忙,整个灵熙宗都慢慢安静下来,看着事态的发展。 我当然知道他是血子,可难道你们想,从此我血熙宗所有人,包括我们,都会被一个小辈的存在,随时能压制一半修为吗? 所以我要杀他,杀了他,对我血熙宗不但没有任何坏处,反倒有无穷幸事。 汉颜真人在始祖的逼近下,似也有压力,此刻退后几步向着血熙宗始祖大声开口,同时又看向其他几个血熙宗老祖。 我只不过是做了你们迟疑的事情而已。 他话语传出时,血熙宗内不少人也都迟疑起来,内心动摇,可血熙宗的几位老祖却都是面色阴沉,看不出内心所想。 至于血熙宗的最强始祖,听到了汉颜真人的话语后,脸上露出阴冷之笑,盯着汉颜真人,忽然开口。 老夫也可以压制你们所有人,难道你也要杀我? 而且,老夫很想知道,刚才你出手时,秀为为何没有被压制。 这话语一出,血熙宗众人先是一愣,可很快就一个个面色大变,传出惊呼之声。 不过也有不少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一幕,但就算是这样,此刻依旧心神震动。 灵熙宗方向也是如此,唯独一代老祖那里,墓中露出深邃,他之前就看出了这个端倪之处。 汉颜老祖面色一变,他额头有些冷汗,此事他根本就无法解释,只能内心暗恨,原本按照他的打算,之前冒险出手,只要杀了白小纯,那么就算是最终暴露,没有了白小纯,血熙宗与灵熙宗,绝对再不可能融合,必定还要重新开战。 该死的,这白小纯命大,竟在我一击之下还不死。 汉颜真人咬牙,身体瞬间模糊,净刹那中急速后退。 翔早,血熙宗最强十足,目中杀鸡一闪,右手猛地抬起,向着汉颜真人直接一指。 与此同时,几乎在汉颜退后的瞬间,灵熙宗其他几位老祖竟也一瞬迈步,直接就出现在了汉颜真人的四周,阻止其逃遁,显然之前早就在堤防。 轰鸣之声回荡,血熙宗始祖的一指之力,形成了一股毁灭的波动。 刹那临近,汉颜真人眼看无法逃走,仰天低吼,掐绝中身体外火焰轰然爆发,直接对抗那毁灭波纹。 轰得一声震耳欲聋,汉颜真人嘴角溢出鲜血,可身体却借助着冲击之力,再次后退,可就算是如此,也依旧无法避开来自其他血熙宗老祖的联合出手。 此刻是六位老祖,击杀他一人,几乎在他后退的一瞬,其他几位老祖纷纷冷哼,恰绝间,术法,法宝,神通,骤然爆发。 血剑在苍穹幻化,直接斩下,持剑之人,正是无极子。 一剑落下,惊天动地中,其他几位老祖的神通法宝也相继而出,似要碎灭苍穹,形成了巨大的漩涡,轰轰转动时,更有恶龙咆哮,一口吞噬而去。 在那恶龙旁,邵泽锋出身的那位老祖,一步走出,一拳落下时,虚空碎裂,形成风暴。 而必杀的一击,则是来自血熙宗那位最强始祖,他右手抬起时,手中出现了一杆大帆,狠狠一挥,顿时形成了一股黑风,化作了一条黑缝,发出撼动心魄之声,一瞬冲去,速度之快,任由汉颜真人如何抵抗,都无法闪躲丝毫。 危机关头,汉颜真人忽然笑了起来,在这笑声中,他神色猙獰,双手抬起时,在自己的身上狠狠一拍,轰的一声,他的头发竟在这一瞬,直接成为了白色。 与此同时,在他全身的皮肤上,居然浮现出了大量的面孔,这些面孔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每一个都在扭曲,发出阵阵凄厉的嘶吼。 千面道,无情寺,汉颜真人长笑中,在四周几个老祖的出手下,在他们的神通术法临近的同时,他的身体,竟自行地崩溃爆开。 红的一声,天地色变,风云倒卷,汉颜真人的身体,如同自曝,直接崩溃,在这崩溃中,无数的面孔发出凄厉之音,从汉颜真人体内冲出,向着四周疯狂地扩散,冲击而去。 玄熙宗欠面子,无极子双目收缩,猛地开口时,十足以及其他几个老祖也都神色一变,认出了这种特殊的分身之法的来历。 不但是他们如此,灵熙宗的一代老祖,以及身边的其他几个老祖,也都面色一变,认出了这玄熙宗传说里,最神秘的一位老祖的独门秘法。 被这大量的面孔的冲击,哪怕这四周几个老祖合力,布置了天罗地网必杀之局,可依旧还是在这无数面孔的冲击下,只能灭去九成多,还是会有漏网之鱼逃出。 此刻就有一张少年的面孔,在这冲击下,在这轰鸣中,直接逃出万丈开外,在那里,这少年的面孔猛地蠕动,竟化作了一个白发青年,这青年面色苍白,出现后没有丝毫停顿,一个瞬移,就要逃走。 千面子 无极子墓中杀鸡滔天,身体瞬间冲出,直奔那白发青年追去,二人眨眼间,就一前一后消失在了天边。 这一幕,让血熙宗众人轰动,不少人稀气,心神动荡,没有人能提前预料老祖之一的汉颜真人,居然是玄熙宗的千面子。 可以想象,或许曾经的汉颜真人的确存在,可一定是在某个时刻,被暗中灭杀,以特殊秘法制成了人皮,被千面子取代。 尤其是回想,方才千面子对白小纯出手的一幕,此刻所有人都明白了,千面子根本就无法接受白小纯的出现,更无法接受两宗合并这个可怕的一幕。 而只要白小纯一死,一切就必定灰飞烟灭,喂完带血。